打针时觉得疼痛,与患者自身个体差异,和操作者的手法有一定关系,住院的患者,如果病情复杂,则往往不止一次输液,有的甚至天天都要打针输液,由此给患者带来了痛苦,于是静脉流制针在近年来应孕而生。 临床上广泛应用的静脉流制针的结构是由更致针鞋,软质的外套管及塑料针座,该素帽组成。 护士在使用时,先将刀管和针心一起传刺入患者血管内,当导管全部进入血管后,用手二压固定持针柄,慢慢回扯出针鞋,将柔软的塑料导管流制在患者血管内,又粘容固定附织固定后就可进行输液。 静脉流制针是软的导管,患者手或脚等输液部位,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,固定好后不会随患者身体的活动而随意脱落。 随着静脉流制针的诞生,它已广泛应用于住院患者、手术患者、小儿患者甚至是门症检查患者,而随之而来的是部分门症患者静脉流制针的质疑。 为什么我就来看个病,做个乌通胃镜检查,就要打流制针,我就做个增强盒啦。 打普通针不可以吗?我待会要上班,还是要拔掉的,不用打流制针了吧,流制针这么贵,要赚多少钱啊? 面对这些剧疑,我们要告诉大家,患者的生命安全,在医生眼里是第一位的。 首先,保持静脉通道通畅,是患者突发紧急情况,持有效抢救的保障。 门症患者接受检查时,如因疼痛、紧张等原因突发过敏性休克,或者特殊患者突然出现哮转、愁愁、心脚痛等危急情况时,有一根通畅的静脉通道就为挽救一条生命,争取了宝贵的时间。 医生能快速急要施救,另外,传统的钢质针只能用腰带固定,植入血管段也是钢质的,钢质的很硬,患者出现突发情况,或者肢体活动不注意,就会出现钢质破坏血管而直出现出肿脏或钢质掉落的情况。 这样容易导致药物无法进入血管进行有效,还会导致局部因液体渗入而发生肿脏,或因药物刺激出现静脉炎等。 而随着科学的进步,刘志珍可以杜绝这些不利因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